好 大家周六早上好 今天我的主题是 为什么股市长期向上 但大多数人的投资经验仍是失败的呢 其实我相信这是很多投资人他心中的痛 就是为什么长期股市向上 可是我不管怎么投资 好像都是亏钱的 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一点来去 谈谈为什么你会亏钱 首先我们先看到这张图表 张图表是五大资产类别的一个长期走势 而且这个走势图其实抓得蛮远的 从1802年到2019年 也就是说这里头有五大资产 有股票 国债 国库券 黄金跟美元 这五大类资产 大家看一下这五大类资产 其实哪一条走势的 哪一条它的那个趋势是最明显的 大家看一下这五大类资产 哪一个趋势是很明显的 从左下方到右上方 很明显的就看到就是股票嘛 股票长期的收益啊 让你觉得很压抑 也就是说假设陈超 你的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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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802年的时候 如果买进一块钱的股票 到现在它的购买力是160万 远高于在国债的1746倍 高于国库券的264倍 更高于黄金的三倍 当然货币的价值那就不用谈了 货币会超8 所以货币它会贬值 而且它贬值的不度 在这两百多年来贬值了95.3% 也就是说你的货币的购买力 只剩下5% 那股票长期的扣除掉 通货膨胀率 因为我这里讲的是 total real return 也就是实际报酬率 实质报酬率 也就是说明目报酬率 去扣掉通货膨胀率 这实质报酬率 也就是你的购买力 股票长期来讲 它的实质购买力 它的收益是6.8% 其实所以大家不要说 投资股票到底能不能抗通胀 因为巴菲特都讲 除了投资自己之外 就是投资股票 就是最好的一个抗通胀的工具 好 那我们来看这张图表 这张图表大家看到右边 这是巴菲特 巴菲特在2017年的9月19号的时候 他去参与 参与那个 富比市的一个100周年的 100周年的中年期 他大胆预测说 100年后 道琼斯工业指数啊 会突破100万点 这只是保守的估计 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炸了锅 大家都认为巴菲特 你80几岁快90岁的人 你跟我谈100年后 道琼斯工业指数会涨到100万点 到时候我们都不在了 你讲的对或错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事实上大家去回推 100年前 就2017年前的100年 就是1917年的时候 道琼斯工业指数 当时只有81点 而巴菲特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道琼斯工业指数 是22,370点 也就是说 大概涨了将近300倍 所以从22,000点 100年后 涨到100万点 其实只有45倍 过去100年涨了将近300倍 未来100年涨45倍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是非常保守 当时大家在骂的时候 其实有些 华尔街有些投行 他其实他就在讨论 巴菲特为什么会讲这句话 他们就去测算 后来发现 其实巴菲特太保守了 因为他这个计算方式只有年化报纸率 3.9% 那巴菲特强调的就是说 长期投资一定是王道 他也举例 他说 富比斯杂志来 从1982年开始 发表全美前400大的富人榜 到目前为止 到2017年为止 有1500人上榜 而这些人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没有人放空 反正过去这么多年来 大家看空美国股市的人 都是输家 未来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你未来看空美国的经济 看空美国的股市 其实都一定是输家 这毫无疑问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 很多人说股市涨涨跌跌 可是我不知道到底 我买的时候会涨会跌 其实你不用担心 其实我们讨论一下 股市只有四种走势 那四种 大涨 小涨 小跌 跟大跌 在我们投资的过程中 如果小涨或小跌 你会去做任何动作吗 一般正常来讲 大家不太会做任何动作 比如说买进或卖出的动作 通常是下跌20%以上 才会让你感到恐慌 让你感到担忧 所以你的投资决策会开始 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看一下 过去这从1926年到到现在 到去年为止 去年底为止 标普500指数总共经历了96年 这96年当中 其实上涨的百分比啊 上涨的百分比大概是 百分之七十一点九 上涨的百分比 那小跌的百分比是二十一点九 那加起来上涨加上小跌 大概就占了百分之九十三点七 也就是说你人生 你的一辈子当中 要碰到大跌的几率是非常小的 一百年中只有六点三年 会碰到大跌的几率 所以股市不是说 你想它会大跌就会大跌 一百年当中也只有六点三年 会大跌 在你人生的一辈子当中 看你读书 你出生到读书到真正投资啊 投资可能就已经二十岁以后了 到到那个人去见上帝 可能这一辈子 可能都碰不到几次 所以不要老是觉得 股市会大跌 股市是比你想象中还要 还要会上涨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过去这一百年左右的 道琼斯工业指数 大家看到这张图表 会觉得很恐怖 对不对 股市这样子涨涨涨 涨到现在 大家会觉得说 哇涨那么多了 随时有可能会崩盘 事实上最近可能真的有稍微小跌 可是大家可能就开始恐惧了 为什么会恐高呢 因为大家对于大涨的一个恐惧啊 其实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人类的大脑 就我们的老祖宗 原始人类给我们的一个记忆 一个记忆 因为从行为财务学里头来看啊 人早期的人类是不是在树上 可能休息树上 因为要防止那个蛇蚊重受之类的 所以可能在树上搭屋子在那边住 有些人他可能找不到比较 比较稍微更高的地方啊 他可能爬上去之后摔下来 摔下来可能就重伤死亡 所以大家人类的记忆就是一到高点 他就很害怕 可是这种事情在金融学上是完全不成立的 而且是错误的 如果你还是恐高的话会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这张图表 我们透过对数之后 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很明显的一个走势 这才是道琼市工业指数 过去这将近一百年来的一个明确的走势 大家看一下 除了在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经济大萧条 曾经大跌之外 历史上几次大跌都算得出来 比如说像2000年的一个大跌 还有2008年金融海啸的一个大跌 现在大概就这几次 你人生的一辈子可能碰不到几次大跌 长期还是向上 那为什么股市长期向上 大多数人投资经验人是失败的呢 其实我们看一下 从2013年到2022年这段时间 道琼市工业指数从13000点涨到32000点 大概涨了百分之五 45%左右 45%而且是因为最近大跌 最近跌的其实蛮重的 道琼市工业指数也跌了百分之十几 还不到20 将近百分之二十 好 那这段时间2013年到2022年 假设你有多拉A梦的时光机 你穿梭 你去穿越 穿越回到2013年 那你知道未来2022年的股市是三万两千点 现在一万三千点 那你会不会投资股票 我相信大家一定说是 只要我能够穿梭到2013年 我一定大买股票 因为未来会涨45% 好 事实上在2013年有没有很多人买进股票呢 有没有很多人买进 有没有人那么厉害在2013年买进股票 No 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过去在2000年到2012年的市场走势啊 其实基本上就在一个相形区间整理 大概从一万一千多点涨到一万三千多点 这个涨幅其实并不大 涨幅只有百分之十几而已 十四十五 好 这十四十五你换算成年化收益啊 其实不到二 不到二其实比做银行的存款还要低 那有没有人那么那么笨在这里买进呢 在这里买进呢 在这前面两千年买进呢 很多 而未来十二年 如果你有时光穿梭机 这个穿越回去两千年 你未来十二年会这种走势的话 你绝对不会买股票 可是事实上非常多人买 为什么 因为1982年到1999年 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是美国的黄金时代 PC革命的时代 金融监管开放的时代 在这十八年当中 美国股市从一千多点涨到一万多点 涨了差不多十倍 所以说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很爽在这里卖出 然后在这里买进 当然你如果做 那个 你如果穿越回去啊 你当然会在1982年买 可是事实上并没有 因为 没有人会在这里买进股票 因为 1967年到1981年 这四年当中 其实股市基本上就在区间整理 完全没有上涨 等于说你买股票买了十四年 基本上是不上涨的 所以大家投资之所以失败 其实就是因为 都是在看过往的绩效来 当作未来的投资决策 比如说 过去这段时间1950年到1962年股市上涨从200点涨到最高到一千点 后来大概到66年是800点涨了四倍多 你会在这里买在这里卖吗 当然不会 因为你当然会 因为你在你从过去看涨了四倍多你会在这里买进一旦买进之后就变成这种走势 所以这种例子啊不胜枚举 所以要怎么去克服呢 但是我觉得投资人啊对市场的一个实际的掌握度啊 其实非常的不好 甚至于往往与市场的走势完全相反 为什么完全相反 其实这就是投资情绪 在投资心理学里头也谈到就是 当大家很乐观 然后你又赚钱的情况下 其实你会不断的买进 甚至于你的 你会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加码买进 甚至融资买进 其实我在前天的文章 牛顿他在南海泡沫的 他因为南海泡沫啊 而破产 为什么破产 因为一开始他只是尝试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赚了一倍 后来他卖掉之后 不到一个月又涨了一倍 而他的同事竟然都赚到钱 比他赚的还多 所以他又按耐不住 又跳进去 把大多数的积蓄投进去 后来没想到破产南海泡沫 造成牛顿晚年的生活困顿 其实这就是投资心理学的部分 那我们要怎么去克服这个贪婪跟恐惧呢 其实我们看长期金融市场是上涨的 没有错是上涨的 那我们可是这我刚刚讲的每一段时期 可能就是某一某一小段时期 因为我刚是两百年的一百年的一个时间 那可能是某一段某一段时期 可是每个某一段时期可能就会造成你的一个投资决策的一个错误 比如说这段过去涨得很好 你在这里买进买进之后就开始下跌 对不对 那我们要如何去克服呢 最好的方式 其实就是透过定期定额 那个平均成本法来投资 投资股票 甚至于投资基金 怎么投呢 固定的时间 买进固定的金额 投资一个固定的资产 不管是股票 不管是债券 不管是货币 不管是商品 就固定的时间 投资固定的金额 买进一个固定的商品 那你就会取得一个平均数 那平均数 比如说我看这个苹果来讲 你要你有900块 分六个月买进 每个月买进150块 苹果的价格是会变动的 可能从10块 你买进15颗 而下个月跌到7块5 买进20颗 后来跌到5块钱买进30颗 跌到3块钱买进50颗 涨到5块钱买进30颗 涨到6块钱买进25颗 比如说你900块 因为苹果价格变动 而你买进不同的单位数 那你苹果六个月之后 你总共有170颗苹果 那你苹果10块钱开始买 然后6块钱卖掉 到底是赚钱还赔钱 就用简单数学 就可以算得出来 你的苹果的成本价 900块除以170颗 是5.29元 涨到6块钱 当然是赚钱的 那你换算一下 大概你的获利13.3% 所以透过平均成本法 可以免除你追涨沙跌的一个 那个错误的决策 所以在市场波动大 投资情况不容易的情况下 预测不容易 像目前大家就不确定 未来是否会衰退 未来股市是否会下跌的情况下 其实透过定期定额 平均成本法来投资 可以带给你一个更稳健的一个收益 而且在市场在下跌 比如说苹果从10块钱 跌到3块钱的过程中 可以让你买到更多的单位数 更多的苹果 使你的平均成本可以降低 而且也可以让你在市场下跌的 之前 就是10块钱跌到3块钱之前 把所有的资金投入市场 比如说你900块 一下子就买进90颗 等到跌下来 你没有资金了 那怎么办 你没办法继续再往下 平均成本 那就很可惜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投资股票 如果真的在资本市场上 不管你投资股票 投资外货 投资期货 如果甚至于投资任何金融商品 如果在常常亏损的情况下 那我建议你最好是用 定期定额平均成本法 简单来说就是基金定投的意思 来去做一个投资 好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